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讲到关怀青少年 青少年最可爱的一个所在 跟我们大人没什么样子 就是真好做人 他就问说将来要做什么 他就说将来要做飞行员 将来要做总统 将来要做工程师 将来要做什么 这很好的 这是他们的得款 贪人的人生 要有真美好未来的时候 一瞬 乖金做梦 你如果像跟一个年纪 你又问不理想纪 隆重变嘴 现实现实现实 所以我们怎样尽量帮助一个青年 让他们会发祉享受他自己 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 那种会当做梦那种的年纪 也让他享受那种做梦的快乐 所以如果这样让我们大人一个事情 你如果在青少年的时候 让他知道梦想是有可能的 我就想去说 在我做中 南北蔡英雄过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在教的科 就是专门鼓励这些青年人 去挑战这个 看起来好像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有时候来骑下柜车 要去背山 背喜马拉雅山 要去贩座 要去费酒 每一年 他都会找出一个 真伟大的家卫 要请他学生 你知道吗 又在刚才那一位青少年 要做的去完成 在那个完成的过程 那些青少年就会觉得 本来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头过很好的家卫 竟然可以完成 这个对青少年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实质的一个经验 这种 贏过家后的教育 千百万倍 所以 做大人的 我们教会辅助也好 家庭也好 有听什么老师也好 我们都应该 鼓励孩子 他们可以学习一个梦想 他们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来完成 有什么一年的 这样他会有压力 你不能公开这位做一个梦 结果完全做不够 倒下 你这样 反正增加他的粗质感 所以我们要 尽量帮助用有够长的时间 比如说 我现在一个说 要去国法安庄 大家因为没有这个习惯 大家都因为没有可能 我们先从国内开始 先从国内开始 比如说你和你的孩子 这位做一个结尾 说 不然这样 明年三月时 我们要来台湾 试试试 台湾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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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够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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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爸爸負責騎,你要負責協商 我們告訴一個地方,你要記錄 今天我們剛才發生什麼事,你要記錄 所以你如果擁心一個小孩 參與在一個家庭中間 這個小孩就會覺得 這個世間沒有什麼困難的事 有的人又說 不要說小孩,我自己就變大 你自己就可以塞車坐一台 塞車嘛,台灣反倒,洗一台 如果有人說,塞車很累 不然我拜託你,坐火車可以嗎? 你坐火車,台灣洗一台,總是做得夠吧 用一年的時間,來計位 我們什麼時候,台灣要洗一台 當然你不是坐在火車上,只要洗一台 我們說,用火車坐一台,洗一台 意思就是,跟某一個地方,我們就停下來 待會要先換 人家又一站,又去 所以你如果沒有時間的人,你三天 用火車台灣三天走一台 如果我們的家庭在火車上的時間 要看錯,或是要在火車上的時候 我們來討論你未來,對你人生的家庭 都可以 就是你們自己一家人 或是要不要兒子,或是媽媽和女兒子 都可以 你們就自己去做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不然是臨時的 因為很多人高興就是,呼連肝 就像做一個很crazy,很瘋狂的事情 說一說而已,是這個家庭不做 或是說去做,做得咪咪咪咪 做得變成一個痛苦的火力 以後,這四人的女兒說,我不要自己處理 所以我鼓勵說一年,有什麼一年 因為你一年,你的經濟就不會出問題 因為你用一年,你的家庭會比較完整 你用一年的時間,大家有一個機胎 所以這一年的準備,這是很有意義的 你若是沒有用這個方式 你就算花很多錢 有人說,我們花錢去國外切合 等一下問我們怎麼,他們也說還好 那錢都結束了 那錢都結束了 我來記住,老三我現在人在國外選交 我挑戰我的朋友 我說,你們是很不可以利用的 老三人在國外 你來這裡,我安排你住 我請給你洗 我可以提供很多當地主願 你沒來用,你有夠空 那錢多少錢呢 還在老三在地帶你車頭的東西 那錢給你參加利用車,絕對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很早我跟你的小弟家說 我說,你來找我 你來找我 你安排一個家庭去找我 絕對保證跟你以前出國出國出國 不一樣 用我的小弟家,他也是 起序16個國家 他也是很愛路營 他每一年都安排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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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但是我來補證 我說,你去一個地方 有別人在那裡 跟沒有別人在那裡 差有夠多 沒有食材的人在那裡 你就像參加一個路營團 走這樣而已 但是你如果說,來到我這裡 我們有食材的人住在這個地方 怎麼不一樣呢 像我跟小弟家說 你來找我 我說,我安排你的 那種行程 就是去手拿裡面 騎腳踏車 那你先去保證 要留一種的 沒有這種行程 腳踏車我出 路上我熟 你現在在地生活 我來安排 安排讓你騎乘車 安排讓你生這個家一班 我們自己自助旅行 可能也算不到 那是我們在當地 住了夠久 才會知道當地人 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什麼 坦白說 絕大多數 觀光客在玩的東西 當地人 店頭沒有在玩 觀光客在去的地方 當地人 所以店頭沒有去 因為那種地方 已經說過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要去你們 去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當然 像我們小弟 他在上班 他沒有經濟問題 但是我就是 記得這個例子 我跟一些家長說 你們躺我路上 在國外的時候 你們做一團 做回來 他說 我們幾票這麼多 我說這就是台灣人的生活 台灣人的生活就是 很多的事情都是你 不可能 很多的事情 一個就想到錢 我先去賺錢 才來做這個事情 這種生活不對 這種生活絕對不對 正確的想法 是應該 要先鼓勵你的孩子 先跟你的孩子 做的 但是說 我們來做一個家圍 我們來做一個偉大的家圍 沒有錢 也能夠實現 讓你的孩子 引起一個幸福 你跟你的孩子說 我們一年之後 我們來找老婆子 我們用這個一年 我們來想看 這個錢要對回來 我們來想看看 要用什麼方法 只要這個孩子 他會想要去 只要他管他 你會說 這樣啦 我來開放 我有一些朋友 我腳底下 說 我孩子他們想要出國 所以可以 拜六去拎刀 幫你穿肚子 幫你拚出來 拚四點鐘 這樣 拚四點鐘 一點鐘兩百就好 別人聽到說 要幫助一個孩子 還聽到說 這家圍是很合理 所以 一方面 我們家很久沒拚 因為我們也叫 清潔公司來 很多 拚了一次 五千 你一次 四點鐘 八百 八百 那個孩子來幫你拚了你的家 而且這個八百 是支持他 可以來完成一個 他的理想 絕大多數的人 他們都願意 他們都願意 你用這種方式 這其實在國外牆普遍 國外牆牆牆 所以 大部分的大人 他們都有一個關聯 要將這個 門口 那牆牆牆 有時候牆牆牆牆 那牆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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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會牆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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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 王太太,請問你敢有需要我替你穿你門口才會穿 把你拚牽去 通常他們這個機會都讓孩子 因為你要讓孩子自己知道要自力更生,自己賺錢的機會 所以他們國外的孩子,因為孩子不能去餐廳上班 所以做這個簡單的工作 甚至他們有老人養高 就說,若鑑別,你配我的稿子生育會多少 他們國外的觀念就是幫助一個孩子賺錢 他們很有這個觀念 我也說台灣要推動這個觀念 讓這些青少年自己有一個想法 我想要做一個什麼計劃 錢要對對來 他如果開始收集資料,我記得要做什麼 你用一年的時間來做一個計劃 當一年之後,他的願望特性 對他的人格,對他的心理 都是很大的一個祝福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需要 幫助我們的青少年實現他們的理想 讓他們知道有夢想是很需要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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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老三說 我在照一團這家家長 大家來 你看你的孩子可以做什麼 如果孩子可以爬 我們去買T-shirt 衣服 買回來 希望孩子爬 他是買了 他去一買啊 一年三月可能要200,不會400 讓小孩知道,讓小孩一百、兩百慢慢輕輕輕輕 輕到他們的縮補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 在這裡有這些小孩,大家肯定說你們是要去哪裡 你們想要去做什麼 所以可能有一年是去紐西蘭 可能有一年就去日本 可能有一年去愛家 有一年去哪裡 我們的孩子,你要讓他做小孩 你要讓他做小孩,用心這個習慣 你要讓他做小孩,知道我可以為我的人生負責 不是每一條錢都爸爸媽媽錢在哪裡 不是這樣 真的,他們國外就有這種關聯 所以你去自己弄問,買巧克力,人都給你買 你只要說得出,你要做什麼 人就願意 身體說,你拿小提琴,小提琴,要在路邊,等著叫 人也會完成你的夢想 只要你說得出來 只要我們不要怕 為什麼,這就是一種訓練 這就是一種訓練 如果一種訓練,比學校訓練 用了一百倍,兩百倍 我告訴你 學校的訓練,學校的教育 真的都是帝聖之餘 說實在,如果只要帝聖 我小孩要上學校 我老店叫他們上網,自己看就好了 我去學校要創衣 所以很要緊 我們是一個人 我們是要學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是要學 要如何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東西 你如果大人之後 你沒機會去了 你等到你大人的時候 有很多的職人在等你 在這裡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要重職職 但是青少年不是 你做你去試 我們接受我們鼓勵 你做你試沒關係 我們接受鼓勵嘛 所以親愛的朋友 我希望說 今天如果是家長看到這個節目 無論你的孩子幾歲了 只要他現在 要不帶也要不嫁 我覺得 你們都應該是可以 做會 做會 完成一個理想 完成一個夢想 過天之後 你會發言說 你的親密關係 增加 你也發言說 你的整個心靈 都成長 夢想 是我們人愛的 真重要 真重要 的力量 後來繼續收看 謝謝 不說不鬆快 大家說 孩子不派 給他學習 他們會聽說學習的孩子 都不會變派 那真的是這樣 今天邀請上來賓家大家來分享 請對大家主要介紹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丹文慶 你是在教孩子學習就對了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人家說學習的孩子 不會變派 你的經驗 跟百分之一百是這樣 可能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想說 一定有一半 最大的機率 因為我想說 如果他有學習 如果他生真 如果他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好的 至少不去做其他的派 事情就對了 但是可能北部也不能有一個想法 就是 出門的觀念 說 那孩子在學學習 就不會變派 其實不一定 會變派 不會變派跟學習 不是在這裡的關係 但是有加分的作用 沒有 你有看到你家的學生 裡面有學習的孩子 很壞嗎 很壞嗎 沒有耶 我的學生都很乖 但是 有時候他們會改變 對 慢慢的改變 然後 他們的 或是怎樣 對 但是都會做人真在學 就慢慢進步 進步 所以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我們先說學學習的孩子 不會變派 應該說 北部會讓這種 學習的孩子去學學習 可能是這種北部 都會比較注重 孩子的教育 沒錯 所以你說學學習的孩子 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跟北部 很好的交通嗎 沒錯 如果我不能跟北部 很好的交通 通常他就不會學很久 可能學一九個就放棄了 所以也有很多這種學生嗎 對 所以我的學生都是可以學很久的 如果北部沒有用心 跟他在背後 他就學正經就放棄了 所以 孩子在學學學習 其實北部才是 成功的關鍵 沒錯 北部如果沒有做堅持 北部如果沒有做 因為我想對孩子來說 你叫他練學習 很無聊的事情 沒錯 而且會遇到很多困難 他會困難在哪裡 就是說 是因為他手的肌肉 方便會發展成功 還是因為他無耐性 總是有一個原因 無耐性也是一個 剛才剛才開始是 只是旋律 melody而已 再來呢 就是一手melody 一手是伴奏 所以他就會 如果有一些人 肢體比較沒有協調 他嘟到那個就很困難 所以他就是很困難 所以你們做老師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 這個孩子有天倫 沒有天分就是這個嗎 沒錯 但是有的孩子 你叫他要分開的時候 他很困難 對 他好像說那個協調生 他有辦法打拼就對了 你說叫他 真是有大衣 倒是有大衣 他打拼他練起來 他練起來 有的孩子 所以你剛才對的孩子 他很認真練 但是練得很辛苦 沒錯 就是要教很久了 我就要慢慢去幫他 陰床 所以你們 做老師的人 這個孩子有天分 沒有天分 其實你們跟其他人都知道 知道 但是我們潘姊跟他說 對 不好意思 沒有啦 有天分會偷說 對 你這麼有天分 沒有天分 你也別人說 你沒有天分 你都沒有時間 不會啦 是是 對啊 但是就算他沒有天分 其實 他一個孩子在學金 也可以對他的這個 身體的協調性 嗯 有幫助 也是有幫助 而且可以讓他 動腦筋 去思考 為什麼要動腦筋 我會叫出班總 我會讀出班總 都要經過思考 我這個擁鬧 對 都是擁鬧 所以孩子在練金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擁鬧的過程 沒錯 對 我們在班總不知道 每天在那裡很無聊 在那裡練練 一直在練 每天都沒有擁鬧 其實不是 不是 他在練的時候 那個過程 他的頭腦是要 他要讓他的機會 他的刀手跟刀手 要怎麼練 他就要自己用腦 沒錯 你覺得學金 對孩子的精術控制有幫助嗎 嗯 有 我感覺 我有一個學生 很可愛 他就可能 在家裡練習 練習的時候 如果剛才有困難 他就比較慢 就慢下來 但是我跟他上課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打牌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 一直打 結果他其實在家裡 是很不耐心的 但是因為我在旁邊 一直打牌 他就 還會這樣帶一個 很可愛的 精術的出來 對 但是我就說 請好 你就是要一定要這樣 你就會進步 幾個變 你就會很流暢 可以把曲子表達出來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 基本上孩子學金 不論他將來是不是要走音樂 你不要去想說 將來是不是要走音樂 但是一個小孩學金 有很多好處 就算他學一段時間 沒有再學 你也感覺到 其實是有價值 是 所以就算你的小孩 沒有在教會書金 沒有在班上表演 其實學金是 他訓練的一個過程 所以很多日本的家庭 都讓小孩學金 但是小孩可能 不繼續再學金 所以他們的金都賣掉 都不會從台灣來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但是 給小孩學金 對小孩好 就是這個意思 人家有這個關聯 大家參考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來賓 謝謝 謝謝大家